诸位同道,大家吉祥 我们上一节课 跟大家一起学习了 我们学论语应有之观念 与态度 因为态度决定成功 不管是学习也好 还是家业,事业也好 都是有好的态度 才有后面的成果 我们也就论语包含很多经典的教诲 来建立这个观念和态度 我们也稍微再回顾一下 比方说一开始 圣教之基本教义 我们影的是大学的教诲 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 在清明 在子余之善 我想这个道 我们一般 很容易联想的道路 道路是来行的 那我们一起探讨完了 这一句经文 那我们是不是走在这个道上了呢 论语里啊 论语里啊 又有一句讲道了 可与共学 未可与是道 我们一起共学了 但是学完之后 是不是走在这个道上 那就因人而异了 可与是道 未可与利 我们走在这个道上 是不是遇到任何境界 都立得住 比方说 大学之道啊 是在明明德 在清明 在子余之善 那我们现在 每一天 面对家人 面对领导 同事 朋友 我们是 在自爱 爱人的道上 还是我们是在自私之力 跟损害他人的 情况呢 这个念头啊 是自私强 还是念念为他人强呢 那这个就是 我们能不能在境界当中 立得住了 尤其一天里面啊 多少境界啊 万境交集 所以我们 这一天当中啊 走在大学之道 多还是少啊 多还是少啊 所以师长有说啊 这一生能不能成就啊 不要问别人啊 要问自己啊 起心动念 一言一行啊 跟大学之道 相应 有多少 在学习过程呢 自我堪厌 很重要啊 何以事道 未何以利 我们利得住啊 就是能够念念为他人着想 我们才在大学之道上啊 一自私啊 一任性了 一情绪化了 就没有在道上了 可与利啊 为何与权呢 在一切境界能力得住啊 更高是要通全答辩 活学活用啊 也不能学得不知 变通啊 所以李秉兰老师 有讲过 一个例子 古代 主在乱世的时候啊 读书人 是不出来当官的 不愿意啊 同流合乌啊 那 有一个人呢 叫毛毅 结果啊 当时候 朝廷啊 来聘他当官呢 他脸上啊 露出笑容了 那他有很多 研究道德学问的朋友 其中有一个张凤啊 看到 他微笑啊 就觉得 嗯 这个人 不是真正有 品德 结义 所以就疏远他了 结果后来啊 这个毛凤的母亲去世了 毛毅的母亲呢 去世了 这个毛毅啊 从此都没有出来当官 结果这个张凤啊 就很惭愧了 哎呀 错怪人家了 当初人家那个笑啊 是觉得啊 母亲不用陪我挨饿了 所以 他在乱世当中啊 他是坚持啊 不同流合乌 但是毕竟老母亲在啊 怎么可以让老母亲陪着自己挨饿呢 所以他虽然有原则 但是他会全变 这个时候不能让母亲一起受苦啊 就像 读书人 他在乱世 他可以隐居 他也可以出来当官 他不是死的 我们现在怕呢 学一个东西啊 就产生一种执着点 就很难达到啊 全变了 我们举一个例子 比如清朝入关 这个改朝换代的时候啊 那一般读书人会觉得 这个 一成呢 不是恶主啊 为国捐躯啊 或者是 我就不出来了 可是啊 范中淹的后代啊 范文臣 他在那样的时代啊 他出来当官 而且当得很高 辅助啊 王太极 然后一直劝他 不要乱杀无辜 你看在那种 朝代交替啊 那有多少战争啊 他 守在一把手旁边呢 一直提醒他 不要滥杀无辜 大家想一想啊 救了多少人的性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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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个境界里面 在那个境界里面 锻炼不退缩啊 不怕死啊 念头里只有苦难的人民啊 这个都有他的十节因缘啊 这个我们自己要活学活用 自己在境界当中判断啊 我们很熟悉的 朱伯卢自家格言啊 那也是在乱世啊 但是我们看到 朱伯卢先生 他没有同流合污 他等待时机 以他人生的道德 阅历 培养学生啊 传承文化 这些学生等到时机好了 就可以出来立一场生了 那范文成先生 他洞察到 一个新的朝代上来了 应该也感觉到啊 这个朝代的气象 所以他没有执着在一个向上啊 他辅佐黄太极 我们看他的判断对不对啊 很对哦 因为清朝很快的安定下来 你看 顺治 康熙 雍正 乾隆 就创了盛世 读书人 他都会判断 时节 因缘 所以 我们 谈到这个基本教义了 我们虽然一起研讨过了 但是啊 学完之后啊 这一句经文啊 要跟我们的身心融在一起了 我起心动念 一言一行啊 要问自己啊 是不是啊 跟明明德相应啊 自爱啊 跟清明相应啊 爱人 跟自爱爱人不相关的 妄想 一言一行啊 我们都要懂得放下的 人的时间精力啊 是宝贵的啊 不可以浪费掉 勿使一秒钟 空过啊 勿使一句话 空说啊 尤其中庸指导我们 道也者不可虚于理业啊 所以大学之道 不能虚于理业 我们不能走到岔路上去啊 第二个 学贵立志啊 那我们字 立清楚了没有 那 我们立了自然 经过这几个月啊 这个志向 有没有动摇啊 还是越来 越坚定了 那我们学过的这些句子 在这几个月 有没有在我们 面对境界的时候 他有提起来的 老者安之啊 朋友信之 少者怀之 我相信提起这一句 会给我们很强的力量 我们就有一种愿力在了 有举世不知 我独之之事件 使能有举世不为 我独为之志气 有举世不为 而我独为之志气 使能有人所不能到 而我独到之境界 有人所不到 而我独到之境界 使能有举世不见之 而不悔之胸襟啊 当然哦 这个是夏连菊老师的心境 我们应该效法 但是也不能觉得 人家不理解我们 都是我对 所以学也怕 学执着了 明明自己呢 这个经教 学了之后 没有贯通 用出来也有执着 学成严以律人 宽以待己 然后还自我感觉良好 有举世不知 我独之是事件 所以这些人都没有善根 那这个可能又落入一个误区去了 我们现在也说 马上就是夏连菊老师 这个境界不可能 我们都是成年才学的 还有很多习记也都扶不住的 所以遇到境界 别人不认可我们 还得行有不得 返求足己 这个字 要立得住 我们学习内容 人与人的关系 人与自然的关系 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 我们这一段时间 人与人的关系 有没有改善 我们有没有 现在动念 都考虑地球母亲 爱护自然 我们有这些 反观很重要 因为不立行 但学文 我们花了十几节课 的时间 学了那么多的经句 我们没有把它 转变成生活工作 处事待人接物 转变成我们的起心动念 一言一行 会长浮华 所以互念自己 这些心态 很重要 都要靠自己反观 好 应该学一个 对自己就有指导意义了 包含我们学习的内容 伦理道德 因果 慎闲显教育 自己有没有更深信 因果 孔门四科 德行 言语 正式 文学 我们自己有没有得日静 言语 的涵养 有没有随着每一天的锻炼 在提升呢 正式 我们带领团体 正式是管理众人之事 这个团体 有没有越听得到 同仁的建议呢 这团体凝聚力 有没有越来越强呢 自己在服务大众当中 有没有时时提醒自己 要用论语的教诲来办事情啊 不能用自己的 以前的习惯来办事情啊 要随顺经典去办事啊 不能随顺自己的习惯 更不能意气用事 感情用事啊 真是文学 我们有没有写一些文章 能够利益当前后世啊 文以载道啊 文以贯道啊 我们可以用文章利益人 我们也可以分享来利益人啊 就像今天 也想请几位 同道 我们一起探讨完 学论语应有的观念态度 这段时间 大家透过 这些经据的学习 对自己有没有什么 启发啊 自己的 行为有没有改变呢 状态 有没有收获啊 欢迎大家 做一个分享 我们三到五分钟 当然呢 你讲三十秒也行 只要把 你最深刻的那一点 讲出来就好 好 这个 我们先稍微过一下 这个整个 纲领 有 有这个 同道 有举手了 好 我们看这个 学习次序啊 与方法 性解 行政 自己的性 有没有提升呢 这个性 有没有跟解形啊 融成一片呢 这个都是自己来勘验的哦 接着博学 审问 博学 学习要越来越积极了 不用人家推了哦 审问 我们这一段时间 有没有比较啊 懂得发问啊 有没有 心有疑 谁杂技 就人问 求却意 那就代表我们学了之后 有转变了 这 盛世 明辨 我们遇到的 人世 我们有没有 越来越 能盛世 明辨 之后 笃行 笃行 我们举的例子 有子供啊 有子路 这都是我们的榜样啊 其中这个子供 他很会问问题啊 很会请教啊 他请教孔夫子 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 孔子告诉他 其 疏伏 疏伏 疏伏不欲 勿施于人 那我们 这一段时间呢 有没有提醒自己 疏伏不欲 勿施于人 我不希望别人呢 对我情绪化 发脾气 我也不让这样对待别人 不要说言语 苛刻 或者讽刺别人 我们自己听了很难受啊 我们也不这样去对待别人 好 这个是学习的 秩序方法 再来 学习的观念 心态 第一 随顺圣贤 老祖宗教诲 不随顺自己 烦恼 习气 第二 老实 听话 真干 我们稍微再 这样过一下 关照关照我们自己 这一些 重点 我们有没有 纳在心田 我们现在 要转变一个 学习的状态 不是记忆式的学习 是领悟的 不是实际用备一堆东西 然后跟生活工作处事待人 没关 这样学会越学 离道越远 再来 不能湖伦吞枣 走马看的话 学一句 就要有一句的受用 我们好像举过 那个硬光大师 的一段开示 真龙得一滴雨 可以骗雨世界 同样的 一个学道的人 学了一句 他可以去把这一句贯彻 这个人的境界就提升上去了 就像子贡问孔夫子 有一眼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 孔子叫他树 那他从那一天开始 这个树道就没有离开他了 那他的道业就有很大的提升了 所以对我们来讲 这一点也很重要 学了 把它学透 透的时候 还要把它做 彻底 那我们还有一个状态 要注意到了 微学第一功夫 要想得福造之气定 心定得下来 所学的经教 才能纳在心田 我们假如这个心定不下来 真正遇到事的时候 一句经文 也提不起来 甚至会手忙脚乱 所以问问自己 心能不能随时安在当下 安住当下 随处安闲 自然合策 这是夏老师的教导 心安得下来 颠倒想灭 我们的心意不安 很多过去烦恼 未来烦恼 现在烦恼 所以古人这些话 我们都不能 跳过去 不能选择学 古人说 微学第一功夫 首先最重要的 叫第一功夫 想得福造之气定下来 我们也有同仁 学习很积极 一有时间 他就听经了 那耳机随时挂着 大家觉得他用不用功 你觉得他用功 你还会赞叹他几句 你真是务实一秒钟空过 太佩服你了 向你学习 赞叹要看清楚情况 在赞叹 不能一看那个像 你就很激动 就赞叹他 他也觉得 我自己真的很好学 我有观察 耳机都戴在耳朵上 但是呢 煮菜啊 菜焦了 煮饭啊 煮粥呢 都煮成饭了 烤个面包啊 烤焦了 那变成什么 贪 学习啊 所以师长提醒我们 是让我们 圣教是让我们放下贪 不是换对象哦 大家注意哦 你一有贪的时候 哪怕你是贪学习 那个心是定的吗 这个只有自己去观照了 我们自己看清楚了 看破放下 自己才肯去调整 我们不觉得是这样啊 自我感觉良好 这种情况会一直下去的 学问之道无他 求其放心而已啊 那么多经教都知道我们什么 回复真心 真心是不浮躁的 真心是不贪的 所以古人提醒啊 先降得浮躁自己定下来 那我们有没有感觉 这一段时间心越来越不浮躁了 可能陈德在这个课程里面 应该好几次提这一句吧 我一学第一功夫 要降得浮躁自己定 有提过吧 可能还有人觉得我啰嗦了 讲一次就好了 讲那么多次干什么 现在陈德觉得讲一次不够 最少要21次 这是科学家讲的 不过我想一想 讲21次 可能人都跑掉了 太啰嗦了 那有机会再讲 刚好论到什么的再讲 不过我也看看自己 师长强调的重点 有时候是经过十几年 才知道这个重要啊 人一有执着的时候啊 别人怎么提醒啊 如如 不影响 举个例子 师长在十年应援 有提到啊 善知识对我们最大的帮助 最大的帮助呢 诸位同道啊 师长讲这样的话呢 你听一次会不会忘啊 最大 最大 耳朵都竖起来 一般说 这个跟当生成就有关哦 哇 我们马上耳朵就竖起来了 不会忘了 可是我是很惭愧啊 居然把这一句话都听漏掉了 学了 应该超过二十遍以上了 这句话都还没重视到 因为我有执着啊 想着善知识 对自己最大的帮助 让我多明白一些道理啊 有这个执着了 就只重视 这一段 以前没听过 很高兴 很想去 这种自己的求知欲啊 自己没有看到啊 你有那种 惯性了 执着了 有一些明明啊 使掌一直强调的东西 没有 不相应 有障碍了 有执着就有障碍了 后来可能是 使掌加持 终于注意到这一句了 善知识对我们最大的帮助 是帮助我们放下分别执着 忧虑牵挂 我们的优利牵挂有没有减少 我们有没有听了师长哪一句之后开始 哇好紧张啊 每天很着急啊 很担心啊 可能都听领会错了 善知识帮我们安心啊 是听了这一句啊 才体会到 善知识每一句啊 都是帮我们放下分别执着 而且还很应激 在帮我们放下 当下这个时代 比较容易产生的分别执着 善知识应激说法 我们得了解他们的苦心啊 为什么师长要讲 善学佛法与传统文化 我们假如都很善学了 师长不会还要讲这个专题啊 我们有没有善听 不能听偏哦 善听善思维 甚至也我们进一步要学论语啊 还要善观察 孔子为什么这么讲 要观察清楚 孔子为什么这么说 孔子为什么这么做 静修节要一心观理啊 那个观字很重要啊 无日三省无身 真子这么用功呢 观照自己啊 还要观察得到 圣人的存心 圣人怎么生活的 他言语的涵养在哪里 我们观察得到啊 我们才懂得 在这些地方效法他 好 那我们想想师长来一句 帮我们减少了忧虑牵挂了 减少了分别执着了 我自己也会反观反观 首先 师长知道啊 佛菩萨安排 自己不操心 哇 这句话假如相信 减少好多忧虑牵挂 我们现在不一定相信这一句话 就很担忧 很强求 很攀缘 搞得自己也很累 全家人都累 越搞啊 家里人越不理解自己 要安住当下 身体也借给佛菩萨用 我们用愿力来过人生 不要业力做主 业力做主是万般皆是命 半点不由人 一点都没意思 我们愿力发出来了 当下敦伦敬奋 其往后的姻缘 圣贤祖宗自有安排 自己别瞎操心 就像师长指导承德的 佛菩萨祖先承担 你把心用对就好了 我们太强求姻缘的时候 自己要关照到 随缘不要攀缘 所以 这个随顺 圣玄 佛菩萨教诲 随缘两个字 也是很重要的教导 再来老实听话 真看 第三 真诚恭敬 第四 圣教是内学 其实这每一个观念态度 都是我们一种惯性的 真诚恭敬 我们有没有保持这样的态度 来学习 还是听着师长 的教诲 听着听着 开小差了 想到其他的事上去了 包含 这个圣教是内学 我们遇到一切境界 能反观回来吗 真的 刚刚跟大家提到 师长教的 佛菩萨祖先安排 自己不操心 再来 成德觉得还有一句 特别重要 善才童子 五十三餐 只有自己是学生 一切人事 敬远都是老师 都是来提醒我 我的内心 还有哪些习气要放下 通通通 通通来成就我的 这个心境能保持 感恩每个人 感恩每件事 感恩就不生烦恼了 感恩是菩提心 念众生的恩 所以这个 只有自己是学生 就往内关照 内学 所以真的 师长一句话 时时放在心上 真的是烦恼轻 第五 主动 这几个月 我们应该越来越 主动学习 第六 决心 恒心 毅力 好像最近 有起伏 正常现象 黄念祖老师说 静一退久 但是不能一直退 第七 不画地自现 这段时间 有没有观察到 我有好多念头 都是自我预设 都是自己 让自己打退 堂鼓 自己退缩 都是念头造成 观照到了 调整 放下它 我刚刚说 一切境界 都是老师 马上有境界 给我考试 突然有这些插播的声音 不能受太影响 自己的心 还是要定得住 所以第八 只有自己是学生 假如 起一个念头 哎呀 麦克风怎么没关好啊 我 这个火就上来了 火一上来 接下来要搅什么 不知道了 马上自己打自己嘴巴 刚刚才说 不能被境界影响 马上 就有同道说 哎呦 你看这个 这个法师 眉头都皱起来了 待会可能要骂人了 所以只有自己是学生的 很重要 对我们这个时代来讲 very important 太重要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从小读书啊 喜欢跟人家比啊 比着比着 这个傲慢就容易起来了 所以孟子说 人皆好为人师啊 所以在这个成长环境自己啊 慢心就已经很重了 再加上 哇 学五千年的智慧啊 学着学着就飘起来 走路有风啊 假如不迟迟提醒 只有自己是学生呢 这个人皆好为人师的 喜气啊 就容易起来了 好 第九啊 用心如敬啊 因为我们要自于道 道就是恢复本性啊 恢复明德啊 那这个自性啊 古人很慈悲啊 让我们去体会 像镜子一样 那我们就有具体 可以去调整自己的心的目标了 像镜子一样亲近哦 那我心里面还有这么多杂念 放下放下 镜子不落印象哦 那我们不要去落啊 对人的那一些印象啊 成见 学孔子 空空如也啊 第十啊 重视领悟 不是纪文之学 十一啊 目显当目其心啊 有没有感觉 现在听师长讲经啊 越能体会到老人家讲这段话的心境啊 考虑啊 听师长讲经啊 能不能体会到他怎么做人 怎么做事的 目显当目其心啊 第十二 重食指不重行事 这一点转变也不简单哦 为什么 我们成长的过程呢 像成德 就很希望在老师的面前 表现 表现得很好 出来工作了 要刻意装给领导看 觉得我挺优秀的 这变成一种习惯 现在遇到圣教了 不要做表面功夫 不要做表面功夫 但是也不是一下子就转过来的 重食指 不重行事 所以看破是明理 放下是功夫 放下是功夫 我能不能放下 这个 刻意要去讨好人家的 惯性 这个是惨媚啊 无有虚为残取之心呢 无量寿经的指导啊 实性是道场啊 很真诚 恭敬 不能夹杂 这种残取 以调服习气为精进啊 习气有没有减少 这是实质的精进啊 第十三掌握纲领 师掌的纲领 我们要掌握住 整个圣教五轮五常 四维八德 这个纲领我们要掌握住 随时关照自己 最后修学应有的警觉性 警觉性要高啊 战战兢兢 如灵深渊 如履薄冰 关心为要啊 不怕念起 只怕绝词啊 好 我们刚刚有两位同道举手啊 有请你们打开一下麦克风 有请啊 阿弥陀佛尊敬的程德老师 还有诸位老师大家现在好 嗯 刚才呢 听了老师说了这么多 学生呢 也简单的去说一下 自己最近一周历行 老师所讲的这个教诲啊 圣贤的教诲的心得 嗯 自己一直以来呢 都是在中树之道这方面 做的不是很好 上一节课老师说 要把中树的理念呢 去贯穿一声 然后而且呢 中树的存心也非常的尊 接近我们的真心 嗯 也 我之前的时候 就确实有做的 有颠倒的地方 学着学着呢 就向外看了 然后去要求别人 呃 另一方面呢 就是看到身边的人 他们深陷烦恼之中 也特别希望帮助他们 从烦恼当中去解脱 然而有的时候呢 却过于着急 呃 就是觉得这个道理 我已经跟你分享了呀 可是为什么你还是做不到呢 呃 然后后来就想 自己在学习传统文化 学习圣教的道 道路过程当中呢 也有很多时候做不到 然后就用这个想法呢 然后一点点的去转念 就不再过多的去强求别人 也能去理解他为什么做不到 就是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同时做到将心比心 这样的一个过程 然后 还有就是 呃 就像老师说的是一样 就是这个傲慢的这个心呢 还有好为人世的心 不知不觉呢 就会 这种习气就会起现行 所以就是 会拿老师讲到的就是 始终把自己当学生 然后去感恩一切人 然后去提醒自己 就会发现 呃 当自己怀着这样的心态的时候 然后别人对自己的态度 也是不一样的 就是当我们千倍下来的时候 身边的人也特别愿意去帮助我们 呃 呃 就是呃 整个呃 的感触呢 就是整个心态也都不一样了 之前有过这种阶段 但是呃 呃 例行着 例行着 然后可能是因为呃 工作比较忙 然后呢 经典的讯息没有跟上 然后这个呢 就又旺荡老后了 然后 这之前的袭击又冒出来了 然后就会导致呃 出现不好的一种现象 出现一种循环 然后当自己重新再拾起呃 之前的这种惊叫 并且去录制的过程当中 又会发现自己重新的回到了呃 自己应该有的那种状态 然后并且在一点点的向上提升的过程 然后就觉得呃 非常的呃 呃 开心 然后也希望能够一直保持这种状态 然后持续不断的进步呃 呃 非常感恩 称德法师 也非常感恩所有家人的聆听呃 呃 分享的有不足的地方 还希望家人们多多批评指正 然后感恩老师 呃 感恩大家 好 谢谢呃 呃 咱们先走的分享啊 呃 呃 呃 我们从他脸上可以感觉到一种 学习的快乐 呃 成长的喜悦 呃 所以论语在哪里啊 论语就是我们的生活啊 就是我们 主事 带人 接物啊 哦 哦 而且呢 啊 他的分享里面呢 啊 啊 我们整个 谈到的观念态度啊 谈到的观念态度啊 这提了好几条了 大家有注意到吗 啊 圣教啊 是内学啊 啊 只有自己是老师 不是 有自己是学生啊 哦 还有啊 掌握纲灵啊 中树 夫子说 无道 义以贯之啊 就是中树 中树 为道 不远啊 我们要恢复真心啊 就要在中树当中下功夫 啊 他刚刚讲了一句 哇 我们很有印象啊 我都跟你讲过了 我都跟你分享过了 你怎么还没有听呢 啊 大家想一想 假如今天师长 见到我们 我都跟你讲过了 你 哦 再来啊 大学有一句话 很符合人情势理啊 君子有诸己啊 而后求诸人 无诸己 而后非诸人 这里面都有之所先后啊 有诸己是先啊 求诸人 求诸人是后啊 有诸己是本啊 求诸人是末啊 无诸己而后非诸人 我没有这个缺点啊 我才去护念别人 把这个缺点 把这个缺点改掉 一个人啊 真的把脾气啊 改掉了 我相信啊 他对人很厚道 因为他知道 改脾气不容易啊 我们会觉得说 我都跟你讲了 你怎么还没改变呢 那我们可能呢 还没有真正在自己身上 对峙一个喜气 真正去对峙过啊 就知道 不简单 不简单 像八一成痞一样 而且啊 这个中树啊 是眼以律己 宽以待人 哪怕我真正 去掉了一个习气了 我也是啊 宽以待人 所以这个中树啊 连我们在听经的时候啊 都要用这种心经 中树的心 有同修啊 有参与 杨医师 黄伟杰老师啊 他们的一个专题分享 在谈呢 有关忧郁症的专题 有 有 这个同道啊 听完之后 就跟我 说了 佛不是说 不要算命吗 师长不是说 不要算命吗 他提出了这样的角度啊 我们要了解 这个时候要中树啊 能不能理解 能不能理解别人 我们 说实在的 学佛 学很久的人呢 也有可能还去算命了 也有可能的 不不 我学了佛之后啊 有一个朋友非常热情啊 找我好几次 找这个人真的算得很准啊 而且还要收解的啦 而且还要收解的啦 然后呢 我是再溜不过他了 他太热情了 我说好好好 结果答应完之后啊 很不舒服啊 心里好像压了一件事一样 后来我实在受不了了 打给他 可不可以不去啊 后来我就没去了 呵呵 呵呵 但我们要了解啊 一般的大众 他对佛法还不够深入啊 那 因为 这个 杨医师他的女儿的状况 陈德跟他有 接触过 比较了解一些 所以法没有定法 一般的人他还没有深入 经典以前 你要让他相信有命运啊 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 他假如学过了凡视讯啊 那这个应该 可以了解 确实有命运 他不是很了解的状况 又受啊 一些影响 这个 有一些心理学啊 他那种说法 就会让 孩子把 一些他的问题啊 归咎给父母啦 他 一学了 认为是这样哦 哇 不容易转哦 先入为主啊 啊 哦 所以为什么 师长要开三个条件呢 哦 不是是李秉兰老师 开三个条件 而且说 只守五年了 我们看一看 师长老人家 有没有跟哪个学生 开过这三个条件呢 这个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的 啊 师长观察到现在 啊 大众的状况 啊 开三个条件人全跑掉了 哦 哦 再来啊 佛度有缘人啊 啊 谁愿意守 自然他就会去守了 哦 哎 对对陈德来讲 师长要守才能修学成就 啊 陈德没有师长的这些基础啊 再不守啊 我都不知道我会学成什么样子了 哦 哦 所以 这个先入为主 啊 为什么说 你要看什么 要 老师同意 他护念我们的知见呢 学佛 学传统文化 守重正之间 你之间一偏了 你就 可能学的就 遇到相费了 好 哦 所以那个是 他已经啊 有学深入的 他知道有命运 那假如已经先入为主 变成觉得 是责任在父母 那你要扭转 那得要有一个 很强的力量才能把他扭转 哦 那是藉由一个缘分啊 居然可以把 前面二十几年 发生过的事情 都能给他 都能给他 讲出来 你看 对一个年轻人来讲 震不震撼啊 这是善巧 要用一个 能够接受的缘 甚至是能够震撼他的缘 才行啊 所以这个 我们也是忠述之道啊 我们不去算命 我们自己身性因果 但是不是说要求别人 也一定要这样啊 所以这个忠述啊 真的是不可虚于理也 言以律己 宽宜待人啊 好 哎 我们再请 这个 张学长啊 刚刚好像有举手 好 然后请我们 唐学长准备啊 对 你刚刚有举手啊 尊敬的蔡老师 尊敬的诸位同仁大德们 大家晚上好 莫学张海燕 老师叫我张学长 心里还 感恩老师 嗯 首先莫学 因为 当然要先定下来 不能激动 对对对 相得浮躁自己定 见到老师也不能激动 哈哈哈 想得紧张之气定 是 首先 第一个问题就是 那时候我从鲁江出来 老师说 一个 每一个经典 每一集的经典 每一个经典 你听到有误处 而在换 这个我到现在都记得 嗯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想问老师 呃 无量寿金 你现在开始起讲 那时候我问过你 我出去之后 我手一部无量寿金 然后 弟子归 同时学 你看如何 你说不不不 无量寿金 先放一放 我当时就听了 哈哈 你不是说 你一年 讲了三百场弟子鬼 我半年讲了三百场 但是你看在老师面前 还是 那都是佛菩萨给的因缘啊 嗯 当时在一个小学 他们做的很好 那个小学后来 推广弟子归很成功 啊 但是现在都是过去了啊 就是说已过不可得 嗯 然后后来就是在教学 这一块 而这么多年一直不敢懈怠 嗯 身体 发肤受制父母 默雪呢 也生病 就像你说的 这个生病病了五年 可能那时候是 因为生孩子的后遗症 跑公产 啊 所以说现在 呃 因为求那时候求了多少中医 都西医就是要 开刀切 因为我就是应该因为开刀 所以后遗症嘛 再切 呃有 最好 要决定的时候呢 有 总是有听到 这个被切了 呃 活了两年 那个被切了 活了三年 还有一个被切了 只活了一年 这都是在 告诉我 当时我就没有切 但是确实很痛苦 他好像比 这种痛 比那生孩子还痛 叫陷阱症 啊 当时真的是 啊 非常难过的五年 嗯 然后 后来 自己开始学中医 因为我爸去世 可能 对我打击也很大 我爸突然就去世了 啊 没有做好准备 因为他一般都很健健康 在老家 然后老家直接把他送到ICU 没有出来 就去世了 我爸本身就是中医师 他的医术 他自己说是中医 他没有干这个 这个行业嘛 他 他 他那时候 应该是治了好多人嘛 比如说 不会生孩子的癌症 他都能治好 但是他后来是有公职的人 没有做这个行业 呃 所以墨雪就非常的 那时候非常难过 因为这么多年 我只要有问题 只要我爸在都是小问题 身体不用担心 但是后来发现 就这么简单的一个病 求了那么多中医 都治不好 后来我自己开始学 然后呢 疼痛这一刻 是我自己用药解决了 这真是佛力加持 也是祖宗保佑 然后现在中西医结合 放了一个西医的东西 现在我自己 有一个很好的方子 算是完全解决了 一切都算是正常了 再没有痛苦了 但是这个过程当中 就像您说的 因为那时候他们都在学这个 三人道 有一个偏颇 就像你刚才说的 我那时候也不知觉的 因为人在河边走 哪有不失邪 我主要听的都是蔡老师 老法师 别的真的不敢听 但是我自己还有讲 三百场地质规 这些根基一直在教学 读四书五经 都没有出这个圈子 但是我身边的人呢 这个说三人道 你要这样忏悔 那个说三人道 对我有没有影响 有影响 就像你说的 有些是来自于父母的 这一点点 一旦种进去 平时功夫有十 到了那时候的功夫 可能只有一 或者连一分都没有 当时我后来想想 难怪佛菩萨说 我们要临终的时候 只有一句佛号 就一句佛号 要不是有一句佛号 真的没有办法去战胜这些 所以当时有做梦 老法师说 因无所助而生其心 这个梦做了之后 墨学后来才从 那就金刚经吧 后来就开始修金刚经 放空放空 然后这个观念 可能才被金刚经转过来 不然没有在蔡老师身边 我最后悔的就是 后来第二次跑去鲁江 没有当机立战留在您身边 不知道您在大陆只能待一年 所以墨学是现在 女儿也是很坚定 只要考过雅思 她现在就是最后高考 学习还可以 她小学没有上 你知道为什么 当时多难吗 小学没有上 当时我找那个戴老师 要把她送到戴老师那去 然后呢 她们是学心中心法的 我当时就 我当时 这个我 这个再聊下去会比较长 这个后来 那应该是时间到了 就是 我现在可不可以再送 就是当时没有送过去 把女儿就 我身边学习这样 当时小学没有读 直接上初中 初中考高中 也都还不 那个都过去的 挺好的 还有就是 我现在可不可以送无量寿经了 因为我现在在学金刚经 听老法师 一直在听老法师讲的金刚 可以可以可以 我自己像小偷一样 我说这个事情 这个要问过 但是 但是不知道 有机缘就是要问 是有疑吗 是有疑 心有疑 谁咋 可以可以可以 还有就是 这个放心而已 嗯 这个 这两这两天 我跟 我们这个同仁 学这个喜怒哀乐之未发 为之中 巴尔街中节 为之何 因为我们要教学 教孩子 首先我们第一个就是 怒这一关 我们研究的喜 要用温来对待 就是一个情质的问题 啊 情质太过 因为温老夫不见机 一无入一世嘛 我们这段时间不是学 一块学论语 读论语的那个讲迹 然后呢 我们在 呃 有误处嘛 就是喜要用温和的温来对待 怒就是因为我们都要教孩子 我们发现我们 反正蔡老师是不会发怒 我是知道 但是 但是我就很差劲啊 就是这个怒字 就是后来我们就呃 呃 在研究就是我们以后要用 威严啊 现在想想老师那时候是威严 呃 威严 呃 呃 呃 用威严就可以了 就是对孩子就是用威严就可以 这个怒 呃 好的 蔡老师没有怒 我们也被交出 交交也能也能被交出来 这个怒 确实要制对 然后这个哀嘛 因为我们像我的身体不好 这个就是哀过了 所以后来呃 呃 哀对的是简约嘛 哀对的是简约 呃 呃 因为公简的简嘛 以其奢也宁简嘛 所以我们取个简 嗯 然后一个喜悦的月呃 呃就是乐 乐我们总结的是一个月字 因为乐就太过了 这不就是很激动吗 因为人一激动 就偏离中道 他情志就上来了 所以呢 我们就觉得这发起比较好一点 然后就用乐来 来来 这两天呢 呃 听唐经 发现就是以过不可得 这个中数也好 嗯 如果说数字 其实也是一个样子 这个数道也是一个样子 也就是以过不可得 为什么要数呢 因为已经过去了 往 碎事不见啊 已经已经过去了 现在已经过去了 就是以过不可得 就像老子说 安住当下 刚才安住当下 我有个小疑问 就是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佛号也不可得 如何安住 您刚刚最后一句话是说什么 就是过去心不可得 就是过去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当下也不可得 佛号也不可得 叫我们指持名号 但是呢 你真正老老实实词了 你也是啊 巧入无声 念的时候 一个妄念都没有 叫因无所住 可是又一生接一生 而身呢 叫而身其心 这叫巧入啊 无声的境界 从有念入无念 这善巧 不然我们做不到 所以叫指持名号 所以夏连居老师说 不念过去 不念未来 专念现前一句 这个就有味道了 不念过去 不念未来 专念现前一句 不求一心 不断妄想 只要自具分明 你还有其他的念头 我要求一心啊 我要断妄想 通通都是在起念 所以 我们修学不是很复杂 就老实念就好了 自具念清楚 念得清楚 听得清楚就好了 不要把修行搞复杂了 好 我们谢谢张学长 从他的分享 也感觉修学 都会有关卡的 都会有境界的 好 今天时间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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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